大家好,我是西雅圖姐姐 我们在8月初的一个星期一早晨 起了一个大早 开车到爱德蒙兹港口 赶上了5点半出发的第一艘渡轮 到Kingston 然后再开车一个半小时 到达了Port Angeles 在那里,再登上一个渡轮 在海上航行了一个多小时以后 就到达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省会 维多利亚 这个具有欧洲风格的典雅、优美的城市 每年都吸引来成千上万的游客 到这来度假参观 维多利亚成立于1843年 他位于温哥华岛的南端 他以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命名 并于1871年成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省会 他以悠久的历史、迷人的自然风光和温和的气候而闻名 他将小镇的魅力与大城市的便利设施相结合 成为一个受欢迎的旅游圣地 也是一个居家的好地方 是居民和游客都向往的独特而具有魅力的一个城市 维多利亚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供游客选择 从探索其丰富的历史和美丽的花园 到享受户外探险和文化体验等 今天我就带大家了解一下维多利亚和几个热门打卡点 内港是维多利亚的中心地带 这里风景如画 在这儿漫步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座 具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著名的地标建筑议会大厦 作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立法议会的所在地 它是该省政治和立法进程的核心 这里的丰富历史和民主传统的象征 因此成为所有对建筑 历史和民主体制感兴趣的人的必有之地 这座宏伟建筑的外部 采用新巴洛克风格设计 融合了文艺复兴和罗马式元素 合并宏伟华丽庄严为一体 外部由当地花岗研制成 建筑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由铜覆盖的中央圆顶 顶部有一尊早期英国西北太平洋探险家 乔治温哥华船长的雕像 大楼内部设有立法会议厅 内部装饰有美丽的彩色玻璃窗和壁画 描绘了历史事件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自然美景 建筑外部设有修剪整齐的花园 维多里亚女王的雕像 和纪念战争死难者的纪念碑 到了晚上 议会大厦被3300多个灯泡勾勒出轮廓 凸显其建筑的特色 议会大厦免费对公众开放 并为公众提供免费导览服务 让游客深入了解这座建筑的历史 和省政府的运作 费尔蒙特皇后酒店 是一家历史悠久 标志性的豪华酒店 酒店俯瞰内港 是加拿大最著名的酒店之一 也是维多利亚的主要地标之一 皇后酒店于1908年1月20日正式开业 以维多利亚女王而命名 因为她当时是印度皇后 因此叫皇后酒店 皇后酒店采用城堡式设计 其宏伟而浪漫的元素 吸取了法国城堡的灵感 酒店设有陡峭的铜屋顶 天窗石墙和大凸窗 其风景如画的轮廓和优雅的设计 使它成为维多利亚海滨的一大特色 皇后酒店的内部装饰 豪华华丽 拥有宏伟的楼梯 水晶吊灯 彩色玻璃窗和豪华家具 多年来 酒店经历了几次翻新 使设施现代化 同时保留了其历史魅力 皇后酒店的下午茶服务 非常文明 这是酒店自成立初期以来 一直坚持的传统 客人可以在优雅的环境中 享用各种茶 烤饼和糕点 皇后酒店提供各种豪华住宿 从布置典雅的客房 到享有海港景色的宽敞套房 皇后酒店不仅是一家酒店 它也是一个历史地标 它的宏伟 加上其丰富的历史 使它成为任何探索 维多利亚式的游客 必去的打卡点 布查特花园 是维多利亚最著名的景点之一 以其令人惊叹的花卉展示 夜间灯光秀 和季节性活动而闻名 布查特花园 拥有超过55英亩的壮丽花卉展示 包括陈匠花园 玫瑰园 日本花园 和意大利花园 布查特花园 最初由珍妮·布查特 于20世纪初 在一处石灰采石厂上建立的 后来成为加拿大国家历史遗址 和全年热门的旅游目的地 在达拉斯公路上 驾车 骑单车或漫步 可享受到壮丽的海景风光 呼吸清爽 带有咸味的海水味道 聆听海浪打在岸边的声音 欣赏 欣赏完海景 还可在灯塔山公园里散步 和在这里自由自在生活的 孔雀玩耍 这里还有一个老少介意的宠物动物园 他免费开放只收捐款 深受当地居民和游客们的欢迎 还有一点值得提到的是 维托利亚市总面积只有7.52平方英里 而且它的公共交通非常方便 所以我以上介绍的几个景点 我们都是步行 骑单车或者是坐公交大巴到达的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订阅 请订阅